各位同學大家好 又到了公訴的時間 那我們今天的這一段影片 要跟大家講的內容是課本的3之3 也就是要講Homogeneous Linear Equation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 那就是說我們還是一樣會專注在Linear Equation 然後是Homogeneous 也就是說我們要解的是YC 也就是General Solution的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專注在 就是那個 微分方程它前面的係數都是Constant 像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Linear Equation 那條件就是說它的Constant 就只能是X的函數 那如果滿足那樣子的條件的話 那當然就是說還有YR 就是對於YR和YV的一些條件 那我們就可以符合Linear Equation的條件 那我們現在要專注在就是說 那這些 那個 Coefficient如果是Constant的話 那它是有固定的解法 那其實這一類的微分方程 也是各位之後在其他的地方最常見到的 所以就是請大家多留意 所以呢今天的三之三 那講的是 Homogeneous Linear Equation 就是 Constant Coefficient 所以之前那個好差的白板筆呢 好像很容易就沒水 所以我又換了 現在換成卡式 希望這個好差 那我們先要舉例的話呢 一开始我们先不要讲那种比较general的状况 我们先从二阶的homogeneous linear equations开始讲 那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叫 auxiliary equations 那auxiliary equations是什么呢 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二阶的线性的围分方法 然后它是linear的因为这个我们不用再讲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y的状况还有前面的coefficient 所以它符合linear equation的条件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它前面这些coefficient 像我们之前本来可以说它是x的函数它是x的函数 它也是x的函数 可是我们这一节呢就是要专门着重在 a constant coefficient的状况下 所以就是说这abc它们都是常数 那我们之前呢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在解homogeneous equation的时候 重点呢我们就是去找到一个fundamental set of solutions 那也就是说像这种二阶的常围分方程 我只要能够找出两个解 好像那两个解是线性独立的 它就构成一个fundamental set of general solutions 就跑出来了 那因此呢就是说我们这里所做的事情 当然你会觉得说我们是用拆的 可是其实也没有 那我们说我们去试一个解 那其实我们之前讲的那一些事情的那一些理论 就是要让大家在这里说为什么我可以try a solution 你会觉得说你我就不知道啊你知道你这样拆嘛 那不公平啊你已经知道答案 可是事实上就是从之前的讨论呢 我们就是明明知道说我怎样能够找到两个线性独立的解就好了 所以我本来就可以用拆的嘛 因为反正我只要拆对就好 所以我也是拆的你也是拆的大家都是拆的 那只不过呢我们这个拆呢也不是没有目的的乱拆啦 事实上我们会去想的形式会是一个y等于exponential of mx 那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猜测呢 其实也很合理嘛 因为我们想要呢 它的解微分了两次乘上了一个常数 然后微分了一次乘上一个常数 再加上自己本身 然后合起来以后要等于0 所以我们去猜的解呢 大概会是说 它的微分之后的形式呢 跟自己微分以前还是一样的嘛 所以像我们都知道exponential of mx 我们去把它微分以后 那是m会掉下来嘛 然后还是exponential of mx 所以这exponential函数的话呢 它微分完以后还是跟自己原来一样的 所以它很有可能是这个微分方程的解 所以我们猜也不是乱猜啦 那当然就是说猜进去你带进去以后 它发现你如果可以解出来一个解的话 那就太好了 我们就找到了微分方程的解嘛 那因此呢 我们假设这个解以后 把它带回去原来的式子 那我就会得到 a乘上m平方exponential of mx 加b乘上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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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做这个假设 就完全的被合理化啦 因为你看这个mx mxm 大家都有嘛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掉 那我们也就是因为 就是说 你要让 你假设的解为分为了两次以后 然后加上为分为了一次 再加上自己 合起来要等于0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说函数为分以后 它的形式很容易就改变了 那可是你看 而且重点是因为前面 这个coefficient都是constant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乘上别的函数 让它们加起来这个0 因为我们前面基本上就只能乘常数而已 那因此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发现说 我们假设了这个解 可是它们都有exponential of mx这一项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 它在x等于负 无穷大到无穷大之间 不会等于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约掉 所以最后我们就得到 am0方加bm加c等于0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要解的是 微分方程的解 就是我们假设它是exponential of mx 可是呢 我把它带进去以后 最后变成说我只是要求m 我只要把m找出来就好 那当然这个abc是本来问题就有了嘛 所以我们真正要解的这个式子 我们就把它叫做 我们就把它叫做 Auxiliary Equation 蛤?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辅助方程式吗?还是什么的? 还是...那不是重点啦 重点就是说你看我们从一开始的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linear equation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 所以它的coeficient abc是constant的 然后你知道你找的是这样子的解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求m 然后我们直接... 照道理你以后看到这种问题 你直接就可以从你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去写出对应的Auxiliary Equation 就是...它就是一个对应m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然后你看这abc 就是原来的y double prime 然后y prime跟y的前面的系数 所以就是a乘上m平方 加b乘上m加c的A0 所以就说我们只要把Auxiliary Equation 也是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解出来 那我把那个解带回来这里 我就找出了解...那个...微分方程的解 那可是呢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可以有解好几个状况啊 一个是相异时根 然后一个是重根 然后一个是... 复数的根 那因此呢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在求这个的时候 我想要找出Y1,Y2 然后他们要是... 线性獨立 那假设说... 我们找出来有两个m 然后两个是相异时根的话 太好了放进来 那就是不同的m 那我们也知道说Exponential of mx 如果m不一样的话 那两个盘数会是线性獨立的 那我们就找到两个线性獨立的解释 那就找到fommental set 那比较麻烦的状况呢 当然就是说 如果是重根的话 那等于我只找到一个... 一个解那怎么办 那还有复数根的话 其实就是... 我们也会发现说 它是线性獨立的 你可以直接把m用复数带进去 那只是说我们会把它再做一点变化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讨论说 这个Auxiliary Equation AM平方加BM加C等于0 那它的解在不同的状况下 那微分方程的解会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状况 然后... 相意识根 distinct real groups 那就是太好了 我们解出来如果相意识根的话 那我们的general solution 就是C1乘上expm1x 加C2expm2x 也就是说你如果求出了两个相意的识 跟m1m2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说 expm1x跟expm2x 都是原来文分方程的解 然后呢 它们又是线性獨立的 所以你就是找到fundamental set 所以它的general solution 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第二个状况 如果你有重根 那我们也知道说 重根的话一定是十数 你不可能有complex number的重根 因为 因为我们的1元2次方程式的系数 我们考虑的都是十数的 那如果1元2次方程式的系数 都是十数的话 那你解出来的重根一定是十数根 你不可能有 那个负数的重根 因为负数的根的话 它们会是共2对出现 那如果不是共2对的话 它的系数不可能会是十数 我相信这个以前大家应该 呃 在国高中应该都有学过 所以 我对这个 有点忘记的话 你们可以回想一下 我想各位离那个时期 都比我近很多 所以你应该很熟 那如果有 重根的话 那我们知道说其中一个解 y1 就没错 就是expm1 那第二个解是什么呢 那各位如果记得的话 我们在上一个单元3-2 跟大家讲reduction of order 我们所讲的就是说 如果我已经知道 呃 那个二字方程的一个解的话 我要怎么求出另外一个线性独立的解 我们就是假设说 它是y1乘上一个位置的函数 Uofx 然后我们把它带进去以后 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把它降解 最后呢我们得到了一个U的表示是 就像是一个公式一样 那所以呢我们只要知道了 第一个根 我们就可以把第一个解 对 我就可以把第二个解找出来嘛 因此呢 第二个解 我们就可以用前一解 3-2 大家可以回去 看一下课本 当然影片呢 我们播过了就 就 三天后就消失了 所以没有办法重看 那可是还是希望大家 那个 回去看一下你的笔记啊 或者是课本 那第二个解的话就是 我们会知道是 y1乘上U 那U的话其实有一个公式啊 所以我们直接套进去 所以我们直接套公式进去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Uofx 其实算出来就是 就是x而已 因此我们就会得到 第二个解释 就是x乘上 exponential of m1 x 那就是说 在这里你回去套 如果觉得奇怪的话 请大家记得说 因为这个是重根啊 所以我们在套这个公式的时候 因为记得我们要把 原来的微分方程 变成标准式 那你可以回去试试看 或者是你看影片的时候 你把影片中断 然后直接试试看 就是你把它代 代成标准式以后 然后用那个32公式 就可以把这一项算出来 然后在计算的过程中 请你记得说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重根 那重根的话呢 从那个 因为二次方乘式的解 我们知道说m1 会等于 2a分子负比 所以我们会利用用到这个 所以就是说 如果是重根的话 这个结论 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 记下来了 所以记得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解的是 这样子的微分方程 然后我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要解它的话呢 你就是假设 你的解是 y等于 exponential of mx 然后得到这个 Auxiliary Equation 所以根据 Auxiliary Equation 的解状况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微分方程 它的 解如果是相亦实根的话 会是这样 如果是重根的话呢 那它的解就是有 exponential m1 这个m1就是那个重根 加上原 写错了 原来的exponential m1 x 这个 这个解乘上x 然后你把它带回去以后 你会发现说 这个x乘上exponential m1 x 它还是原来文化的解 可是现在它跟它现金独立 所以它们就可以构成 general solution 所以这两个状况是实数根的状况 那因为黑板比较小 那我们就 把 把这两个先擦掉 然后我们再来看case3的状况 这个会有颜色特别深的地方 不太好长 可能是我刚换墨水 那第三种状况 也就是auxiliary equation 如果有 负数根的话 complex rutes 那因为我们的auxiliary equation 是 实数的圆二次方程式 所以我们知道说 如果有complex roots 的话 它们出现会是共二对 也就是说如果 我把m1 第一个负数根 写成α加iβ 那这边的α跟β 就是实数啦 那第二个 一定会是α-iβ 那这理由我们刚刚有简单的跟大家提到 那因此它的解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就是c1乘上exp alpha加iβ 可是呢 我们平常不太用这样子的函数 所以我们会把它再做一个变化 那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公式 exponential of iθ 等于cos θ 加i sin θ 这又是另外一个oiler 这又是另外一个oiler 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oiler 他们全家都是厉害的数学家 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个 反正就一整串的数学都很厉害 那我们如果利用这个公式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 exponential of iβx 你们就可以把它写成cos 加i sin θ 然后exponential i βx 加 exponential 負 i βx 所以這兩個式子相加的話 就可以得到兩倍的 cos 負責 然後如果是 exponential i 負責 減掉 exponential 負責 i 負責 它就會是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這一類的計算 相減的話就可以把 cos 負責 就會得到兩倍 i 乘上 sin βx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就說好我已經得到了 general solution 我得到了微分方程的 general solutions the general solution 的意思就是 我反正 c1 c2隨便帶進去 它都會是原來微分方程的解 因此呢假設 我們選擇 c1 等於 c2 等於 1 的話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解 所以叫做 y1 它就會是 exponential of alpha x 乘上 exponential of i 負責 x 加 exponential 負責 i 負責 x 那這個相加我們這裡算過了 所以我就會得到 兩倍的 exponential of alpha x 乘上 cos of beta x 所以就是說 從 general solution 從 general solution 我們去選一組 c1 c2 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解 它一定也是原來微分方程的解 因為它就是 general solution 來的嘛 然後我們還可以做另外一個選擇 我們如果選 c1 等於 1 然後 c2 等於負責 1 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解 它是 exponential of alpha x 乘上 就是 這兩個相減 然後這個我們剛剛算過 所以我們得到 2i 乘上 exponential of alpha x sine of beta x 於是呢 我從 general solution 然後選擇不同的 c1 c2 我就得到兩個新的解 一個呢 我可以把係數拿掉 一個是 exponential of alpha x 乘上 cos of beta x 另外一個解是 exponential of alpha x 乘上 sin of beta x 然後呢 它們兩個你可以去檢查 它們兩個又是 linearly independent 因此我們也可以用它們兩個來當作一個 fundamental set 而不是用這兩個 就都一樣啊 其實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啊 fundamental set 如果用向量空間的概念的話 它就是一個 線性獨立的 basis 你用它們兩個可以去展開所有可能的解 我可以用這兩個當 basis 我可以用這兩個當 basis 甚至我可以用它跟它當 basis 就是只要它們彼此是線性獨立的 那因此呢我們比較常用的就是說 假設你是 complex rules 的話 那我們喜歡把它的 general solution 從剛剛的討論呢 我們知道說 我可以把它的 general solution 寫成 c 寫成 exponential of alpha x 乘上 c1 cos β x 加 c2 乘上sile β 所以就是說從這裡 變到這裡的過程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那用到了那個 Euler's Formula 可是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利用 general solution 去做出 新的解 然後新的解呢 反正只要它們是線性獨立的 我們就可以拿它來做 general solution 所以結論就是說 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嘛 如果你是 Homogeneous and Linear Homogeneous the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 的話 那 根據它是十根 就是這個 auxiliary equation 它是有 相義十根 重根 或者是 複數值的根 那 我們就 那個原來的文方程 它的解 就是這三個狀況 那 所以這個結論是可以直接記起來的 因為也還蠻好記的 反正它的解 不是 exponential of mx 就是 然後就是 頂多在前面在乘上 x 就是在重根的狀況 那 如果是 這種 complex root 那就是這個狀況 照道理 這個就是很容易記起來的 所以我們就來舉一些例子 看一看 所以第一個例子呢 所以第一個例子呢 所以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你看到這個以後呢 就是 如果它是 constant coefficient的話 你就直接把 那個 audiary equation 就可以寫出來 然後呢 你就去做分解 就會發現說 它可以寫成 2m 加1 m -3 因此呢 它的解 m就是-1-2或3 所以它是 相義十根 所以我們知道 微分方程的解 就是 C1乘上 exponential 負二分之 x 加 C2乘上 exponential 三 x 所以這個就直接應用 那第二個 假設你的 Auxiliary Equation 有重根的話 同樣的直接把 Auxiliary Equation 寫出來 直接從上面的係數搬下來就好 發現它是 m-5 的平方非0 所以呢 它的解就是 y 等於 C1 exp of 5x 加 C2乘上 x 乘上 exponential of 5x 這都是剛剛的結論 最後一個例子就是會有 complex root 如果是這個的話 那反正也是 Auxiliary Equation 寫出來 直接你算一算它 一元二次方乘式的解 你會得到一個是 -2 加 根號 3i 一個就是 -2 減 根號 3i 那從剛剛討論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解 general solution 寫成 exponential of -2 x 乘上 C1 cos of 根號 3x 加 C2 乘上 sin of 根號 3x 所以就是直接把剛剛的結論拿來用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都是 second order Homogeneous linear equations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s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拓展到高階 更高階 三階以上 那其實道理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說 如果 N 階的長位分方扯 我們就是要找 N 個線性獨立的解 之前定理都跟大家講過 那你要如何找 N 個線性獨立的解 其實也是用猜的 尤其是這種 constant coefficients 的話 我們就是去猜它的解是 exponential of mx 的形式 所以呢 如果是 higher 二階以上 order equations 那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呢 首先 因為 它的 我們這裡考慮的就是 係數都是 constant 所以這些係數都是 constant 所以這是一個homogeneous nth order linear equation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s 那我們做的事情還是一樣 你還是去假設說 y 等於 exponential of mx 然後你把它帶進去以後 跟剛剛一樣 我們會得到 auxiliary equation 就變成說我們要解 an 乘上 m 的 n 次方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 一元 n 次方程式 然後它的係數都是實數 那當然我們不會 碰到太高階的 不然那個 一元 n 次方程式不會解 就痛苦 所以事實上最後也是演變成說 我們要找這個 auxiliary equation 的 chip 那就是說一樣 最好的狀況就是 如果所有的 roots 如果所有的根都不一樣的話 那我們的 general solution 就很簡單 就是 c 1 乘上 exponential of m 1 x 加 c 2 乘上 exponential of m 2 x 就是解出來一大堆不一樣的 m 的話 那可是就是說我們知道說 一元 n 次方程式 就是這個 這個 它可以就是所有的根都不一樣 那另外呢就是說 它裡面可能有很多不一樣 可是有一個呢可以是 幾個重根嘛 所以比如說 假設你有一個 m 是 k 重根 是 k 重根 所以它是一個 要有 n 個根 那如果全部不一樣 這個簡單 可是如果裡面其中有一個 它是一個 k 重根的話 那對應的解 我們沒有要證明 可是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 k 重根 要怎麼得到 k 個線性獨立的結合 那直接告訴各位結論 linearly independent solutions are 就是 exponential of m 1 x 第二個很簡單 就在前面乘 x 就好 所以是 x 乘上 exponential of m 1 x 然後我們要做出 k 個碼 所以其實就是變成 x 平方 乘上 exponential of m 2 x 那這個你都可以把它帶回去 原來的溫分方程看看是不是 不好意思 這個是 m 1 所以我們會一直乘 乘到 x 的 k 減 1 次方 因為它是 k 重根 我們要去做出 k 個解來 所以它從 就是 m 1 是一個 k 重根 所以它是 exponential of m 1 x 然後 x 乘上 exponential of m 1 x 所以 k 重根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去弄出 k 個線性獨立的結合 那如果有負數根的話 那我們知道說 complex roots 它 always 它 always appear in conjugate pairs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複數根的話 它一定是公二對 如果公二對 跑出來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說 如果你有一個複數根的話 那就是像剛剛我們講的一樣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 如果你的複數根是 alpha加 i beta 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它寫成 exponential of alpha x 乘上 cos of beta x 加 sin of beta x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直接舉例子 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結論 記下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來考慮 實際的狀況 就是說比較高階的 係數是常數的微分方程 它的結 反正都是從 auxiliary equation 開始 所以第一個例子 我們來看看剛剛講的東西 要如何應用 如果你有一個 三接的 微分方程 所以我們把 auxiliary equation 寫出來 m 三次方 加 3m 0 方 減4 等於0 記得中間那個 萬一沒有prime 相 所以那個就 沒有m 那這個呢 如果把它分解開的話 其實我已經忘記 從這個跑到這邊怎麼分解 應該好像沒有 三接的有公式嗎 還是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 你們一定給我收 不過那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你應該要會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 m等於1 或者是-2 所以它有一個重根 是-2 可是我們剛剛也知道說 沒有關係 反正有重根的話 我就可以 看它是幾重 我們就在前面乘x 就可以做出一樣 線性獨立的幾乎 因此 我們就知道 它的 general solution 是C1 expx 加 c2 exp-2 x 加 c3 乘上x 乘上x x 所以這 簡單的狀況 下一個例子 稍微複雜一點 就是說我們會有 complex root 然後呢 當然是共2 可是呢 它又是重根 所以y的四次微分 加2y' double' 加y 0 那所以 Auxiliary Equation 寫出來就是m的四次方 就是這個微分數 的次數 跟m的次方數是一樣 2m 加2m平方 加1 等於0 因此呢 我們如果把這個 拆開的話 你就知道它是 m平方 加1 的平方 等於0 所以基本上呢 它的解m 它可以是 i 或 負i 然後它這個 i或負i 它都是 二重根 所以首先你看complex root 它們出現呢 是共2對 然後呢 可是呢 這個i 基本上它的四個解 就是這樣 那我們要如何去做出 四個線性獨立的解呢 所以首先呢 知道說 我們可以寫說它是 c1乘上 exponential of ix 加上 c2乘上exponential 負i x 所以就是說 我們知道i跟負i 都是 這個auxiliary equation 的解 所以我也知道 exponential i x 跟exponential 負i x 它們是線性獨立 所以這兩個都是解 然後另外呢 我們知道重根的狀況 就是 i i 或負i i 那我們要怎麼從 重根去做出 新的根呢 新的解呢 新的解呢 從這個 那我就讓它前面乘上x 我就可以 我就是把這個前面乘上x 因為它是二重根 所以我就做出一個新的 然後這個前面我也可以再乘上x 我又做出一組新的解 所以基本上呢 各位要記得就是說 我們從 這個 我們得到了這個解 跟這個解 然後從這兩個 我們得到了這個解 我們得到了這個解 這個解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把這兩個 再重寫成 C1cos 加C2 sine 然後這裡呢 我們也可以把先 x乘上 c3 cos x 加上 c4 sine x 這樣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 一樣 從 general solution 裡面 我們基本上就是可以選 c1 c2 c3 c4 我們可以去做出 cos sine 也是原來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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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高階的文方程 然後如果你有Complex Root 所以就是有複數根又是蟲根的狀況 我們再把它的解 整理一下 所以這個大家記一下 課本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考慮的狀況呢 就是假設你有Complex Root m1的 alpha加 iβ 好我們這裡先說 β大於0 它是 Complex Root of Multiplicity k 也就是說你有一個 複數的k重根的話 那它的解 就會是 exponential of alpha加iβ x 然後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 k重根嘛 所以 它乘上 exponential 就是它乘上x 然後一直乘到 x的k-1次方 然後exponential 這是我們剛剛之前在討論 重根的時候 時數的重根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把它乘到x的k-1次方 可是因為我們又知道說 如果你有那個Complex Root的話 它一定是 Complex Conjugate Pair 所以它一定有另外一個解釋 alpha-iβ 而且那個也是一個k重子 它們會一對一對出現 因此我們知道說 它還會有另外k個解釋 就是exponential of alpha-iβ x的k-1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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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念 所以這些都是它的解 這總共有2k的解 然後同樣的我們也可以去做出 就是拿它們兩個來加減 我們也可以說 exponential of alpha-x 乘上 cos beta-x x乘上exponential of alpha-x 乘上cos beta-x 一直到 x的k-1次方 exponential of alpha-x 那當然這裡就是我們 只是在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我們 其實 比較少用 直接用複數 放在 文書裡面 說它是它的解 因為就比較看不出那個解的樣子 那可是就是再次強調 就是說我們有general solution 以後就可以拿general solution 裡面的這個basis 去加減 做出新的解 只要我們做出來的這一堆東西 都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反正它有i 它就是有i i 所以我們知道 剛剛的例子就是說 這裡 因為它是i i 所以就是二重跟k等一個 然後我們就知道說 它一定會有 -i 跟i -i 然後 k 也等一個 所以就是會有四個解嘛 然後我們知道說 它可以把 我們可以把解寫成 exponential of i x 跟x乘上exponential of ix 然後跟exponential of ix 跟x乘上exponential of ix 跟x乘上exponential of ix 還是我也可以把這四個 去重新做出 反正這裡alpha等於0嘛 所以我可以寫成了 cos of ix psi of ix 跟x乘上cos of ix x乘上psi of ix 所以都是一樣的 都是微分方程的解 它們都是線性物理 都是線性物理 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們那個 細數是長數的高階微分方程的討論 那這個 基本上因為高階的微分方程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如果你的細 前面的細數不是長數幾乎沒有辦法解 我們之前花了一張的時間 跟大家講一階的微分方程 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我們沒有規定它前面的細數 要是長數 我們有辦法解 然後現在到了高階的以後呢 我們就是 有跟大家講那個 reduction of order 3.2 就是說如果你知道一個 可以去求出另一個 所以 如果你的細數看起來很複雜 可是你只要想辦法找到一個解 那如果是二解文方程 我就可以去 從第一個解想辦法去找出第二解 可是在一般的狀況下 你一個解都不知道 那你以後大概可以解的文方程 就是 細數是長數 不然其他的根本解不出來 那所以呢就是說 到這邊我們基本上就是已經把那個 homogeneous equation 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解的homogeneous equation 基本上就是前面的細數是長數 你可以解的 再高階都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都討論過 如果前面的細數不是長數的 那大概二階的 那我如果知道其中一個解 我就有辦法把第二個解找出來 那這都是我們解homogeneous equation 的部分 就是把yc 給找出來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前面我們在講yc 就是homogeneous equation 的 general solution 那下一段影片我們就會跟大家講3.4 那就會開始著重在解yp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yc怎麼解了 那我們如果也知道yp怎麼解的話 那就是一般的問題 我們就有辦法把它的general solution 找出來 那我們今天這段影片就到這邊為止 拜拜 拜拜